敬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欢迎收听民调局一文录 第198集 恍然还在继续给大家说压的事迹 刘氏家族灭门惨案 一共死了66人 蹊跷的是 摆在灵旁里的刘老爷子和他的长子 也是蹊跷流血脸色发青 就像又死过一次一样 而且同样琢磨不透的 还有他们的死亡时间 经过法医的鉴定 这些人死在当天晚上10点到12点之间 但是后半夜两点的时候 旁边的邻居还看见这里面的一部分人 出现在灵堂前面的草地上 他们有说有笑的 没有一点悲伤的气氛 更为严重的是 还违背了规矩 在灵堂前边喝起了酒 几乎每个出现的人手里 都握着一个酒杯 里边有威士忌 更多的是红酒 旁边的邻居也是华人 当时还对这些不孝的举动纷纷不平 但是又惧怕这家的势力 不敢出言劝阻 只当是没看见 但是当第二天知道出事之后 这家邻居回想当时的情景 当场就吓得尿了裤子 刘氏家族的灭门惨案轰动了整个泰国 为此泰国政府几乎动用了泰国一半的警力 经过几个月的严密调查 排除了降头之类的巫术骇人之后 泰国政府终于做出了最后的结果 刘氏宗族的人感染了一种高致命的未知传染病 这种传染病从感染到发作直至死亡 可能只要几个小时的时间 但是万幸的是 这种病毒在外界自然环境中很难存活 刘家的人死光之后 这种病毒也快速的消亡了 虽然谁都知道这就是在胡说八道 但是没有更好的解释 慢慢的这个说法也就被接受了 本来都以为事情已经结束了 但是谁都没有想到 事情的结尾会在刘友身上 家人都死光了 13岁的刘友却成了他们家族唯一的继承人 小小年纪身价就在百亿之上 要不是他只有13岁 就会被当成既定利益者 而被警方怀疑了 由于刘友不到法定年龄 泰国政府和银行专门成立了一支 过度理财基金来打理刘友家族的财产 每月刘友会在银行领到一笔不菲的生活费 一夜之间失去了所有亲人之后 刘友的性格也发生了变化 由于遭受到巨大的惊吓 他突然就得了失语症 几乎天天都要找心理医生 做心理康复治疗 但是几个疗程下来呢 却没有什么变化 就在巨变之后的第三十天 刘友坐着车去找心理医生的途中 突然没来由的感到一阵眩晕 紧接着前面的司机就跟喝醉了酒一样 整个身子都趴到了方向盘上 刘友当时晕了过去 最后一眼 看见一个红衣服的女人 不知什么时候站到自己的身边 汽车失控侧翻 好在周围有人发现得早 七手八脚的将刘友就给送进了医院 也是刘友命不该绝 前脚刚被送进医院 后脚管家就带着一个神秘中国人出现 这个中国人冲进了急症室里 将正躺在病床上 准备接受电击复苏术的刘友给抢了下 在几位医生和护士的眼皮子底下 他将一瓶不明液体倒进了刘友的嘴里 随后捂住刘友的嘴巴 不让他吐出来 虽然是管家带这个中国人来的 但是现场的场景 也让那位管家惊恶不已 怕他对刘友不利 连忙冲过去要制止这个中国人 但是这个中国人的手就跟铁钳子一样 管家死活都摆不开 当医生和护士明白过来 想要制止的时候 这个神秘的中国人 已经做出了下一步的动作 这个时候 刘友的脸色瞬间已经变成了紫黑色 他浑身不由自主地颤抖 中国人觉得差不多了 突然松开了捂住刘友嘴巴的手 他的手刚刚离开 就像一股浓血从刘友的嗓子里喷出 一名医生已经到了刘友的身边 没有防备 被这股血喷进了一个满头满脸 众人这才看清 这股浓血里边夹杂着无数根黑色的头发 这些头发就像有生命一样 在不停地蠕动着 有的已经结成了团 还有一些还在刘友嘴里痕着 被神秘人直接给伸手掏了出来 周围被惊呆的医生和护士 包括管家在内 再不敢有什么对神秘人不利的举动 神秘人看到刘友已经吐得差不多的时候 第二次将那不明的液体 倒进了刘友的嘴巴里 这次他倒没有捂住刘友的嘴巴 但是这次不明液体也没有被吐出来 几秒钟过后 刘友终于睁开了眼睛 看到刘友无碍 神秘人将剩下的不明液体 围着刘友的呕吐捂到了一个圈 本来已经开始平静的头发 好像感到了危险即将到来 开始疯狂的扭动起来 但是无论他怎么折腾 也不敢触碰外围的圆圈 随后这人咬破舌尖 将最后的几滴液体 倒进自己的嘴里 对着刘友的呕吐物 喷出一口混合着舌尖血的液体 被这口血喷倒 地面上的呕吐物瞬间猛地安静下来 随后聚成团的那些头发已经慢慢塌起来 触手极了 就像是一波堵烂了的面条一样 这个时候刘友已经完全恢复了意识 管家看到眼前的场景 这才明白管家 由于刘友失欲正无法表达 管家代替他对这个年轻的中国人千恩万幸 医院不方便说话 管家便把他带回了刘友的家中 如同贵宾一样款待 而这个中国人也是很客气 在管家的打听之下 说了自己的来历 这个中国人姓好 年轻的时候也拜了吕洞宾为干爹 但是成年之后的工作 不是一再做吕洞宾的单儿子 按照规矩 想要解除与郑仙的干父子关系 需要一套相当繁琐的程序 最后还要有一百个干兄弟姐妹见证 当时正至大陆的动荡岁月 在那个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年代 别说一百个 就连十个干兄弟姐妹也找不全 无奈之下这个姓好的年轻人 就到了东南亚来碰碰运气 第一站就是泰国 在当地的供奉吕洞宾的妙柱那里 知道了刘友 又在刘友家门口遇到了得知刘友出事 往医院赶的管家 管家也是击昏了头 竟然把这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中国人 一起给带到了医院 这个中国人身怀异数 在急证室的外边就发现了不对头 这样才冲进去 救了刘友一命 我再晚了一分钟 就算是大罗新县也救不了刘友了 刘友最近得罪时了吗 这话让管家的心开始狂跳 他讲了小刘友全族不久之前的不幸 等到管家说完 这中国人好像对这件事相当的感兴趣 主动要求去出事的老宅看看 虽然这个中国人刚才救刘友的时候露了一手 但是那次事件之后 管家对大宅心有余悸 劝说了几次无效 最后才勉强答应第二天中午再贪老宅 第二天正当午时 管家心里还是没底 除了那个年轻的中国人之外 又找了几个壮胆的 一起到了刘氏老宅 外边的大门上 风条刚扯掉不停 周围路过的行人 都知道这发生的事 看见老宅便远远的绕 现在虽然是中午 大太阳照着 但还是显得这里冷清诡异 进了老宅 中国人在四周转了一圈 他越往里边走 眉头就拧得越紧 转了一圈之后回来 他的眉头已经拧成了一个疙瘩了 这中国人在大宅里看完 他自己谁都不理 自古自低着头 就看着脚下的土地 跟梦游一样出门向西 一路走过去 管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怎么叫这个中国人 他都不答应 管家只好锁了大宅的门 带着手下一路追了过去 这一路居然走了两个多小时 就在管家众人 即将累趴下的时候 中国人终于在一处 公共墓地前停下了脚步 他好像看出了什么 跟管家耳语了几句 开始呢 管家还是多少有些不以为然 但是中国人又讲了几句之后 管家的脸色就变得惨白 并且对中国人重重地点了一下头 在这个中国人的要求之下 管家花钱买通了守墓人 又找来了铁仙搞头一类的家伙 在这个中国人的指挥之下 所有人在公墓的几处空地上 就开始挖 挖到地下半米多深之后 陆续挖出一个个小小的石头人出来 等石头人全都挖出来 点算个数 一共刚好是67个 这些石头人都有八成大小 上边密密麻麻地刻着 不知道是哪个宗教的经文 在每个石头人的脑门上 都用朱砂写着一个一个的名字 这些名字都有一个共同点 第一个字都是刘 其中一个上边写的是刘友 管家看到了这些石头人 顿时明白是出了什么事 再看这个中国人 他的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 多了一支短箱和七八枚中国古壁 中国人口中念念有词 可惜管家听不懂他说的事上 也不敢打扰他 只能跟其他人一起推到远处 远远地看着中国人的一举一动 这个中国人在念经的同时 将手中的铜钱围着刘友的石头人 摆了一个奇怪的形状 最后将那一截点燃的短箱 摆在了石头人前方 在众目睽睽之下 诡异的一幕出现 就见本来应该向上的香烟 在半空中竟然转向 斜着向东南方飘去 一直飘了有三四米远 香烟才缓缓地消散 中国人眼睛盯着香烟飘去的方向 同时他的右手手指不停地掐算 直到短箱燃尽 他这手势才算停下来 中国人好像发现了什么 收好了古钱币 看他这样子 是要离开墓地到别的地方 好在管家多了个心眼 跟着中国人进墓地之前 就让人回去把车开过来 看见汽车 这中国人倒也没反对 上车之后 指示司机一路向东南方向开去 过了将近有一个小时 汽车在市郊的一处 人工湖前停歇 那个中国人没有下车 只摇开了车窗 指着人工湖前的一栋奢华的别墅 谁住在那里面 其实见到这个别墅 管家已经差不多明白出什么事了 别墅的主人也是当地的富豪家族 论起来这个家族的几代之上 也是到泰国来避战乱的华人 只不过为了融入当地而选择了通婚 几代通婚之后 华人的血脉已经微乎其微了 不过这个家族还是保留了马 这个华人的姓氏 在刘友出生之前 两个家族就已经明争暗斗多年 虽然表面上还没有撕破脸 但是台面下已经视同水火了 几年前 在争取一个新区的发展计划中 刘氏家族很是压了对方一头 加上之后 马氏家族连续挤起投资失败 传闻是刘氏家族在里边起到了关键作用 让马氏家族大伤元气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之内 马氏家族都没有什么起色 在外人眼里 富甲一方的大家族 就要没落下去 第199集 管家跟那个中国人讲明了史莫原委 你去查刘家大宅出事情后 这座别墅里有没有什么外人进出去 事实证明了有钱真能是鬼推梦 这句话不光在中国 即使到了泰国那也是好用的 钱花到位了之后 第二天就得到消息了 在刘家出事前的一个星期之前 这个别墅里突然住进了一个老头 自打这个老头住进来 别墅里原本的管家和用人都被赶到了别的住处 只留下了本家几个年轻人来服侍本家家主和这个奇怪的老头 刘家出事的当天晚上 就连马家家主和那几个年轻人都离开了别墅 只留下那个老头 至于他在那干了什么 那就没人知道 不过这些信息对于那个年轻的中国人来说 确实已经足够了 他回到刘友的家中 避开众人 将刘友单独拉到一个房间中 连管家都不能踏入这个房间一步 中国人跟刘友说了什么 没有第三个人知道 只是三天之后恰逢十五元月 刘友写纸条 让管家连同其他的佣人都放假一天 直到第二天天亮之前 都不得回到刘友家中 当天晚上 本来还昊月当空的 谁都没想到 转眼之间 就有一大片黑压压的乌云压底 随后一道道闪电就劈下来了 说来也怪 当天晚上几乎七成的闪电 都打在市郊一处人工湖的别墅上 闪电打中别墅的墓之间 引发了一场大火 将别墅里几位马姓富商 和一位神秘老人当场烧死 后来法医检查死者身体的时候 发现这几个人在火烧过来的时候 没有任何挣扎逃跑的迹象 他们忍受着一般人想象不到的痛苦 一动不动的扔油火苗 将他们慢慢烧死 这件事刚刚结束 那位神秘的中国人 就带着刘友写的兄弟见证 离开了泰国 从此 刘马两大华人家族 在泰国国内一蹶不振 几年之后 刘友终于熬到了 有法定继承权的时候 又出来一个震惊的消息 刘友将要继承的 犹如天文数字的遗产 在财产管理委员会 这几年不懈的努力投资 和再投资之下 截止到当天下午 天文数字已经变成了负资产 结果还欠银行一笔庞大的委托费用 和几次投资失误带来的费用 而当初的几位遗产基金会理事 在这段时间之内 他们的身价 就像几何数字一样的增长 刘友开始了 从富二代到穷屌丝的转变 银行和债权人 强行收走了他的物业 和所有的现金 有价证券 以及贵重金属 后来管家和重用人相继离开 刘友告状失败之后流落街头 惊怒交加 一场大病又差点要了他的命 就在刘友眼看就不行了的时候 几年前那位姓好的年轻中国人又出现了 他听说了刘友的遭遇之后 特地赶回来 找到已经形如乞丐的刘友 将他带出了太国 没有人知道两个人去了那儿 等到多年之后 当地的老人突然发现 当初的那位刘的少爷又回来了 但是走了多年 他的失语症还是美好 要通过手语和写字来交流 刘的少爷再回来的时候 已经废弃了刘友这个名字 以吴明氏自居 这位吴明氏游走在泰国各地 以替人祈福诸邪为业 其中还做了几次了不起的大事 他的名字是越传越响 以至被泰王招到做了一任的宗教顾问 外人以他的造型 给这位昔日留的少爷起了个外号 鸭 乌鸦的鸭 黄然好不容易将鸭的出处说完 累得呼呼带船 满头大汗 竟然一翻白眼昏过去了 我跟孙胖子一顿掐人中抽嘴巴 好不容易才让黄然悠悠转心 那边萧和尚还有好正义四个人 已经注意到了这 孙胖子向他们摆了白手 没事 老黄刚才有口气没喘云 放心吧 他得撑个哥把小事都没问题 孙胖子的话 让早就不耐烦的金虾子找到了花头 他仰着头 侧脸看向好正义的方向 这都多长时间了 马孝林他俩怎么还不出来呀 老金 这你就等不及了 要不你摆一挂算算 还是不行 你这一拍的讲究 不挂不问自身 自己的事算不出来吧 金虾子哼了一声没搭理他 其实在座的几个人 现在都等了有些心火直冒了 只是金虾子第一个说出来而已 金先生 那边差不多了 应该马上就有消息了 再稍坐一会儿 好正义的话还没说完呢 突然瞳孔一阵紧缩 猛地转头看向书房的方向 不光是他 客厅里除了管家和用人之外 我们所有人的眼神 都不约而同地看向了书房的位置 就连还剩下半口气的黄然 都强挣扎着抬头看向书房 我们这几个人在刚才的一瞬间 都感到一股阴寒的气息 顺着书房的门缝涌现了出来 就这么一瞬间 这间大宅里 原本由金虾子摆风水镇所散发出来的 祥和柔顺的气场 被这股阴寒气息所取代 别说是我们这几个有天眼的人了 就连客厅里的用人和管家 都感觉到了些许的不自在 萧和尚跟郝正义对视了一眼 俩人几乎同时从沙发上就跳起来了 向着书房就冲了过去 不过俩人虽然同时起身 但是萧和尚年纪毕竟还是大了郝正义态度 明显要慢一个身位 就连后边赶过去的压也很快的超过了 书房前面的几个用人 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看郝正义他们瞪眼咬牙的样子 都急忙躲开 别靠那么近 让他们探路 我就知道 孙胖子这话说的一半的时候 就听见后边扑通一声 金瞎子到底是个盲人 加上心急 过来的时候被脚下的台阶半挡 这时候也来不及管他了 郝正义和鸭已经到了书房门口 鸭一脚将书房打门给踹开了 门被打开 鸭和郝正义迅速就闪到了大门两侧 将书房内部的景象显露了出来 我们在后边看得清清楚楚 书房的中央 站着个一头白发的灰衣人 刚才那股阴寒的气流 就是从他的身上散发出来 他两只手各拿着一支电击器 白发人好像对他手中的这两个电击器很感兴趣 时不时的按下开关 电击器的前段闪出一连串蓝白色的火花 再看马孝林和金不欢 他们俩和另外两个人已经倒在了地板上 四个人一起抽搐着 那两个人的脸对着屋内 在我的位置看不到他俩的模样 第一眼看到这个白发人的时候 我有一种吴主任到了的错觉 但是第二眼看到他特有的锦小慎微的眼神的时候 我才看清这人的真面目 杨霄 萧和尚也是一脸惊讶的表情 看来杨霄到来 萧和尚事前也是不知道的 这时躲在门两侧的郝正义和鸭 发掘书房里的人没什么反应 便小心翼翼地从藏身处走了出来 看见白发人 郝正义正了一下 杨霄先生 难得你没有把我认成杨军 听说宗教事务委员会换了会长 想不到这么快 就被新会长认出来了 杨先生 这是出自你的手笔吧 谈不上手笔 就是做做好事 帮你们抓两个小偷 原来高亮当初安排我们来香港的时候 就做了一鸣一案两手准备 明面上我们三个人是负责接收物品 交换黄然 暗地里杨霄已经早半天到了香港 提前就潜入了马孝林的大宅子里 就藏在马孝林的书房里 他前脚刚藏好 后脚就有一男一女也悄悄潜了进来 这两人对于杨霄来说也不算是外人 正是在妖种里见过面的蒙琪琪和张之言 蒙琪琪和张之言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的 殊不知他俩所有的行动都在杨霄的注视之下 又过了半天 马孝林和金不患进了书房 他们两人相当仔细的一样一样 清点和甄别用来交换黄然的物品 眼看名单上的物品都交割完毕 马孝林要张老去开香槟的时候 蒙琪琪和张之言突然现身发难 用电机器电昏了金马二人 正准备将那些物品卷包 跳窗逃走的时候 杨霄这只黄雀终于动手了 蒙琪琪和张之言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 就被杨霄抢了电机器 以其人之道将这两个人放倒 管家和几个佣人确定没有危险之后 将马孝林和金不患搀扶了出去 他俩怎么醒过来不用细说 剩下的就是蒙琪琪和张之言的事 张之言比蒙琪琪早一步醒过来 他这麻劲还没过呢 颤颤巍巍站起来 转了半圈 看着围着他的几个人 张之言拍了拍脑袋 努力回忆刚才自己的遭遇 最后 目光落在了杨霄的身上 杨霄木无表情地看着他 将电机器对着他的手指伸了过去 一连串蓝色的火花闪过 张之言重新倒在地上抽搐 看到张之言倒在地上 我这心里叹了口气 张之言短时间那两次被电机器击中 有很大的几率会造成心脏麻痹 要是张之言真死在杨霄手上 那他背后的宗教委员会的遗老 绝对不会对民调局善罢甘休的 郝正义皱了皱眉头 蹲在张之言的身边耗了耗他的脉 确定没有什么大碍 才重新站起来 冷冰冰地瞅着杨霄 杨霄就是杨霄 就算他站在无人敌的身后 被吴主任遮盖了他的光芒 但是只要给出手的机会 他就会瞬间变回那世人命如草芥的杨霄 郝正义看了一会杨霄 突然转头看向后面的萧和尚 萧古文 你们民调局明三暗四的 对他说不过去了吧 萧和尚完全不知道高局长的安排 一时之间有点语色 找不到反驳的话 就在这个时候孙胖子的眉毛一挑 郝会长 你先等等吧 不是我说 我们明三暗四也好 明八暗九也好 按照你哪儿疼了 就算我们明三暗六 再把吴主任和杨军也暗过来 只要我们不偷不抢 和你有个一毛钱关系 我说是吧 老萧老师 孙胖子的话提醒了萧和尚 萧顾问看了一眼孙胖子 结果他的话茬 是不是我说的也不算 不过我也有件事不明白 好会长 你们宗教委 安排这两个小鬼来偷回交换给我们的物品 这又算什么意思 你和鸭管送 这两个小鬼管偷 和这红脸白脸 都是你们宗教委做了 有事不可怕 有事不可怕 这红脸的手 那这红脸的手 解锁摆 有事不可怕 几算了 好这次